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Tony 我们今天来太平山旅行 第一站要造访梦兴怀旧步道 步道路口就在梦兴车站 所以要先搭蹦蹦车前往梦兴车站 蹦蹦车我还没有搭过 因为以前来的几次 那时候蹦蹦车都是停止状态 我已经十年没有造访太平山了 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 太平山庄 待会就爬中央阶梯 到蹦蹦车站 购票 然后搭蹦蹦车往冒兴车站 然后造访冒兴怀旧步道 云海咖啡馆 左插路往凤凤车站 左插路往凤凤车站 现在上午10点10分 我们预定搭10点半的蹦蹦车 不知道还有没有票 看来没有问题 我老婆在买票了 去城是10点半 那回城是指定大家12点的班次 哦 这里有老照片 看一下 蹦蹦车属于 昔日太平山森林铁道的山地线 当时共有7条主线 4条支线 还有3条高空锁道 串联成整个太平山森林铁路的山地线 然后将木材运送到土厂 再衔接罗东森林铁路 运往罗东林厂的除木池 城车月台 我们要到蹦蹦车了 全场13公里 车车18分钟 回城12点再见 拜拜 拜拜 安全第一条 安全第一条 谢谢你们 阿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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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在这些东西 在这些东西 帽星懷舊步道 有上环线 下环线 还有主线步道 差不多1.1公里 我们就走入主线步道 这边左岔路是往下环线步道 前面右岔路是上环线步道 我们仁曲直行 走主线步道 前面左边有天空站道 冒星就称万弹 一万弹大约是3000立方公尺的木材材机 冒星懷舊步道的主路线 就是沿着铁轨而行 这是蹦蹦车的转车盘 是用来让火车头掉头之用 走300公尺了 旁边有废弃的轨道 这边海拔大约1900公尺 属于雾林带 这是二代木 这里有一棵明显的二代木 那是第一代 第二代 很棒的一条森林域路线 我觉得不输建勤怀骨步道 这是坎坡后参春的树干 还有100公尺 抵达茂新怀旧步道终点 1.1K 回程预估35分钟 现在距离蹦蹦车发车时间还有45分钟 回车都走快一点 希望还有时间可以走上下环步道 我回程车我走了16分钟而已 距离蹦蹦车发车还半个小时 所以我可以造访上下环步道 环来一圈大约500公尺 左边是上环线的路口 茂新怀旧步道上环线 哇不过是斗上 应该是一小段斗上而已 会绕往茂新车站 二代目 这是法林之后的造林 火车要进站了 里达上环线的终点 差不多走了8分钟吧 这是下环线 那我就不走了 因为火车已经到车站了 我老婆没有走上环线 她在车站等我 我们就在这边等蹦蹦车 我们到这一班 在这边 这四年 当晚 удар去 外面 Due 病毒 然后 everywhere 遍 די 对 下一关 Café 那下輛車會往前當移動 我們回到泰國山站了 謝謝 還要8分鐘 還要8分鐘 前面這裡還有一些老照片 林業興盛時期羅東林場及太平山的員工達兩三千人 我們回到太平山莊了 貌心懷舊步道 讚 100%推薦 那我們今天上午的太平山 貌心懷舊步道之旅就在這邊結束 謝謝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